你是否能想象出,一位曾风光无限的女明星,在她最红的时候,还是无数人都羡慕的模样? 然而到了如今,这样的一位女明星,却已经沦落到了,要到工地上做装修,以及在日常的生活中,只能喝喝豆腐汤的局面。 今天就来说说,那位曾是亚洲小姐冠军,以及还是成龙前女友的吴奇丽。 她就是今天这个视频中,我们要讲的这一位,沦落到了工地做装修,以及喝豆腐汤的女明星。 你也许会好奇,同样是亚洲小姐冠军,其他的多数女明星,都嫁给了一个有钱人,成为一位豪门阔泰,比如李嘉欣。 或者成龙的那些前女友们,即使不能像林凤娇那样,成为大哥唯一的合法妻子,但至少也能像米雪那样,在自己的后半辈子,能过得生活无忧。 但为何这位吴奇丽,偏偏她的命运,咋就这么悲惨呢? 那么接下来,我们就来看看,这位亚洲小姐吴奇丽,她到底经历了什么,才导致了今天的局面吧? 情况可能大家都知道了,吴奇丽在前几天时,发布了一条最新的动态。 她在自己的动态里面,正大光明地说到了,自己已经在工地上,做了一段时间装修。 而且不仅如此,她还大方地透露了,自己在当下的时间中,身兼了多个职位,变成了一个超级女强人。 并且一些网友们,在质疑她的时候,她在还在留言区下面,大胆地透露了,自己干装修这份工,已经快二十年的时间了。 看来这一位,曾是无数人羡慕的吴奇丽,在很早以前的时候,就已经进入装修行业了。 甚至往前翻的时候,还能看到吴奇丽,在她的个人生活中,她在伙食的方面上,可谓吃得十分清淡。 比如在前一阵子时,她还曾晒出了,自己的一天煮食,竟然只喝豆腐汤,让不少人都感到了震惊。 然而吴奇丽,她会进入这个行业,以及沦落到这种生活,其实跟她的人生转折,有着很大的关系。 了解她过去的人,估计都知道她,在九十年代初的时候,刚刚获得亚洲小姐冠军时,直接在娱乐圈中大放异彩。 在那个时候的吴奇丽,不仅进入了人生的巅峰,并且那时的她,可谓要资源,就会有资源,以及要人脉,就会有很多人脉。 而且在那时,由于她的长相出众,一副经验重人的颜值,直接迷倒了无数男性。 所以在她巅峰的时候,无数的追求者,纷纷出现在了她的身边。 在那些追求者里面,什么圈内的大佬,或者一些同行异性,甚至一些土豪大老板,都对她发动了追求。 然后在那个过程中,我们的成龙大哥,也出现在了她的身边,成为其中的一个追求者。 后来,大家也知道了,吴奇丽接受的那个人,正是这位成龙大哥。 但很可惜的是,一向风流成性的成龙,并不打算与吴奇丽结婚,只想跟她玩玩而已。 只是这位吴奇丽,却像动了真情的一般,对成龙纠缠了起来。 记得1999年的时候,渴望成为大哥女人的吴奇丽,突然对外宣布了,自己怀上了成龙的孩子。 原本吴奇丽以为,通过这种媒体的宣传,让成龙迫于压力,就能让自己顺利上位。 然而,让他没有想到的是,成龙不仅没有离婚,而且还抛弃了他,同时也抛弃了那个女儿。 因为在那的时候,由于成龙拥有着家庭,已经有了林凤娇,以及儿子房祖明。 所以不少的外人看来,在当时的吴奇丽,就是一个第三者,是他插足了别人的家庭。 并且大家也都知道的,在我们的土地上,所有的第三者,都是不被别人看好的。 所以通过了这件事情,让吴奇丽的口碑,以及事业线,直接被腰斩了,人气也迅速下滑。 而且不仅如此,他与自己的女儿,养母女之间的关系,在这些年当中,也是处理得并不好。 他们除了十分恶化之外,甚至他的女儿吴卓琳,还曾通过报警的方式,来控诉了他自己。 因而能够让人想象了,他们的这对母女,养人的私下关系,是有多么的紧张。 但即使如此,作为单亲妈妈的吴奇丽,还得继续面对着生活,而且在香港那样的城市,压力更是非常巨大。 并且失去了资源,以及事业被腰斩后,他的收入来源,也大大的被减少了。 所以吴奇丽,只得寻找新的出路,不然无法养活他自己。 然后也就有了,如今大家所看到的,曾经风光无限,以及还是亚洲小姐冠军,和成龙前女友的吴奇丽,到了如今之后,竟沦落到了做工地装修,还有喝豆腐汤的局面。 最后,对于吴奇丽的人生遭遇,你有什么不同的个人看法呢?或者有什么不同的评价? 欢迎把你的想法写在留言区的下面。 这位是一条罪! 那是一条罪! 那是林斯坦! 那是一条罪! 那是一条罪! 我会停止来,让你不停留意,那你 Route reader,免得你 不要诶,则也不要诶,信任你 那是有诶权的地方